其实在一月前 臣在查各路建司刑狱等官员时候 傅学士意味被彻查官员的家人伤感 他曾对臣说 范兄一笔勾去便是一家同窟 臣听了此语便请傅学士 就将那日 臣所勾去的所有官员的名字给臣 这里面便是那日臣所勾官员的名字 臣与傅学士一起 细查他们每一位的俸禄之术 查其有无享受下属 辖区商家孝敬之事 查其所致家宅田母之术 如今臣已确认 他们中的每一位 为官的这些年 未见为朝廷为百姓做过一件事事 但他们最穷的 这些年的积蓄所买的房产 却已抵得上十户小康之家了 他们没有一家 因为被裁撤今后无以为生的 如此所见 并非如今裁撤柔官 裁得太快太狠 而是这裁撤来得太晚 让他们白白使了 那么多年朝廷的俸禄 百姓供养 如今一笔下去 一家同哭又如何了 不让他们哭 那便是让一路的百姓家家其苦 如今就一路哭 不当负济一家苦 臣问心无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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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